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757年 石思敏率领十三郡八万兵马投降唐朝 唐素宗高兴万分 朝廷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收复失地 这是个很划算的买卖 然而朝廷中有人认为 石思敏反复无常 塔空地千里守国重兵 怎么可能会甘心九居人家要早做敌方 那么唐素宗如何看待石思敏的投降呢 石思敏则是如何再次反叛 以小胜多打败唐朝六十万大军的呢 复旦大学韩清教授做客百家讲餐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圣唐的背影之 石思敏卷土重来 史思敏投降唐朝 这是唐朝自从收复两经以来 可以说是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所以书中是高兴 他派了使者专门赶到范阳去 去慰问史思敏 实际上书中心里是明白的 这是一个眼前利益跟长远利益之间 你要取哪一个 以前呢 玄中就是一个静的哄这个安禄山 哄成大乱 现在呢 书中派使者去 封这个史思敏为阶渡使 把他七个儿子都封大官 他也想哄史思敏 看能不能把史思敏给哄好 但是呢 朝里的大官心里就发毛了 有个宰相 他又兼河南接渡使 叫做张浩 张浩就惦记着 皇上可别给史思敏给骗了 他就给皇上写了一个上表 秘密地送给了书中 这上表里面就说 他说 这个话说的是什么呢 说史思敏这个人是反复无常的 我们不可以跟他讲信义 招降他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是随时都会反叛的 所以不能被他欺骗 张浩这人精明 他不但看出史思敏有问题 他在上表还提醒了书中 不但要注意外部的叛贼史思敏 还得提防自己内部 内部提防谁呢 他说要提防这个华州的接渡使 叫做许书记 他说许书记这个人呢 性角多谋 宁难必变 望追路数位 就是这个许书记呢 这个接渡使这个大区的司令 人很狡猾 如果遇到这个危难的时刻 他就会叛变 所以要把他招到朝里面去当官 别把他放在外面 其实我这个张浩预言是很准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看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 给上级发建议上表 你事后看 发现他这个上表都很准 经常预言非常准 可是这些人的上表 这些人的建议 往往得不到什么好处 甚至给自己招来祸害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已经看出问题了 他跟上级说 结果自己反而招殃 其实呢 他没有明白 自古以来啊 所有的政客 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把问题粉丝成没有问题 把吃力的事情留给别人 把功劳留给自己 所以只要能把这个问题互弄过去 那就行了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书中想要的是什么 书中想要的就是 国家和平了呀 胜利了呀 动乱平息了 现在你章好把这问题端出来 那按你这么一说 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呢 全国就明白了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投降 也没有什么和平 这只是一个休战的幻影 如果是休战 那么书中的所有的功劳就没了 书中的这个歌舞生平 那不就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吗 所以章好说的是实话 但是呢 这个讲真话 往往呢 是给领导惹事 所以呢 领导要根据你惹事的程度 来决定对你的处罚 所以领导不是去解决问题 而是处罚你 这就是古往今来 经常有人做了很好的建议 结果往往自己遭殃 果然 不多久呢 书中派出去的使者回来了 他们到泛阳 到华州去考察 回来以后向书中报告 说史诗明跟许书记这两个人 忠诚可靠 可以重用 这话书中想听 书中爱听 所以呢 书中就说 你看人家考察回来 说明他是好人 那就说明你张浩 你是乱说了 所以张浩一下子就被贬官 从宰相贬到荆州 去当防御使 就贬报了湖北去了 远离这个战场去了 这还算好呢 没告这个张浩 一个什么诽谤罪什么的 那就算 饶着他 他还算幸运 酒魁老谈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史诗明的假投降 可以蒙蔽唐宗的近视眼 却逃不妥评判指挥 李光碧的火眼金睛 那么李光碧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在宰相张浩之后 李光碧也上理到密奏 内容与张浩的大同小异 也是说史诗明会谋反 唐素东还是比较相信李光碧的 见张浩李光碧二人所见略同 也不由得对史诗明将信将疑了起来 那么李光碧为什么会在唐素东心目中 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李光碧又是何许人也 李光碧的功劳呢 是非常的大 我们前面一再讲到李光碧 但是我们呢 还没有好好地介绍一下李光碧这个人 李光碧呢 他履历战功 对唐朝忠心耿耿 可是呢 他并不是一个汉族人 他是七单酋长的后人 他的父亲在唐朝当官 一直当到朔方的街渡赋使 因为功劳 所以封了纪国公 他本人呢 因为出生在一个官宦的家庭 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 他喜欢读历史 汉书读得好 而且人又聪明 个性也比较刚强 早年就参军到西部去当兵 西部呢 他正好遇上了一个很好的军区司令 那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王宗氏这个人 王宗氏用李光碧 用了一段 他后来跟人家说 说将来能够替代我的一定是李光碧 所以可见王宗氏多么器重他 其实呢 在西部当街渡使的好几个人 都非常看好李光碧 是一个了不起的将才 我们看安斯顺 就把他提拔为街渡赋使 朔方街渡赋使 戈苏汉也曾经向朝廷推荐李光碧 安斯之乱爆发以后 玄宗就要找能够担当起 评判重任的将军来 这个时候呢 是郭子怡这个人 他向玄宗推荐李光碧 玄宗就把李光碧找来 和他谈话 一谈下来觉得这确实是个帅才 所以呢 一下子就用他为什么呢 河东街渡赋使 代理街渡使 虽然没有直接给他当大驱使令 但是呢 赋使令兼代理使令 在河东战场上 那李光碧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粉碎了使师民想夺取河东 也就是想夺取山西的这么一个图谋 因为这个战绩 所以玄宗又让他转任河北街渡使 在河北 特别在常山会战中 那他打得更漂亮 他以扫敌众 抵挡了使师民大军的进攻 他先后战胜了使师民 蔡西德 尹子齐 这些都是阿鲁山部队里面 赫赫有名的战将 他特别是最后一仗打得使师民呢 差点被俘虏 最后是劈头散发 光着脚牙逃跑 好不狼狈 苏宗在领武继位以后 就任命李光碧 以宰相的身份 主持河东河北的战事 这时候呢 唐军遭受了很大的失败 军队也很乱 原来的河东街渡使 叫做王成业 这个人呢 就是不会治军 所以军队搞得乱七八糟的军级松懈 河东又很重要 所以呢 曹廷就派了一个御史 叫做崔仲 去收拾这个摊子 崔仲呢 是一个很傲慢的人 他到了河东 就对这个接渡使 这个王成业呢 非常的无礼 经常怠慢他 欺辱他 再后来 曹廷觉得 崔仲领兵还是不行 所以呢 把李光碧派去 让李光碧去主持河东 李光碧来了 李光碧听说你一个御史 就对这个接渡使 这么无礼 他心里就不高兴 所以呢 他到了河东以后 他招崔仲来向他 办理交接 崔仲可傲了 这个崔仲来的时候 李光碧给他面子 带着自己的卫队 出去迎接他 崔仲根本就不下马 所以呢 导致双方的这个卫队 双方的旗子 全部混杂在一起 在古代 这是很严格的呀 这是有一个上下的秩序 长官跟下官 他有一个身份秩序 摆在那里 你现在全混在一起了 李光碧大怒 李光碧又是以治军 非常严出名的 当场就把崔仲给拿下 关到监牢里去 事情就这么巧 把他关了 朝廷呢 要提升崔仲的关 使者派来了 使者到了河东 就问李光碧 崔仲在哪里呢 我们要宣布圣子呀 提拔他 这是李光碧 就跟使者说 吹众犯罪 被关在牢里 现在 你没有宣布圣子 那么我就展示御史 如果你宣布对他的任命 我就展御史忠诚 如果朝廷任命他当宰相 我就砍宰相的脑袋 这使者听了 声音都不敢说 第二天 李光碧把崔仲拉出来 当众就给斩了 这下子 三军震动 知道李光碧 威严不可侵犯 怕他 酒鬼老谈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如何才能识破 史思明是真投降 还是假投降呢 心明言量的李光碧 和狡猾的史思明之间 究竟展开了 怎样的斗话 怀家讲坛正在播出 李光碧早就看出史思明假投降 为了避免将来再像安禄山叛变一样 被打个措手波及 在唐祖宗的支持下 李光碧在史思明阵营内部积极发展现任 搜集史思明的部魂政绩 那么 李光碧和史思明 这对战场上的老对手究竟是如何斗志斗勇的呢 没有证据不好说话呀 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在任上曾经提拔过史思明 所以史思明觉得他父亲对他有恩 乌承恩本人当唐朝的官做到信都太守 也就是今天河北省邢台市的长官 安禄山造反 乌承恩打不过 所以乌承恩就投降了 史思明念在他是恩人的儿子 所以保全了他 劳了他一条命 而且把他放在自己身边 他就成了史思明信任的人 到了两经 被唐朝收复 叛军溃败了 乌承恩这个时候就出来 劝史思明 说这个叛乱大势已去 那你还是投降唐朝的好 这样子呢 乌承恩就成了史思明和唐朝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 有了这个机会 乌承恩到朝廷来 李光碧也就认识他 知道乌承恩的心还是向着唐朝 所以他就决定发展乌承恩 因为乌承恩很受史思明的信任 李光碧向皇上建议 给乌承恩一个官 很大的官 叫做什么呢 泛阳皆渡赋使 也就是说他成了史思明的赋职 让乌承恩回去 到史思明部队里面去笼络阿史纳承庆 我们前面说过了 阿史纳承庆是阿努山很重要的部将 后来跟着安庆去 安庆去想夺史思明的权 把阿史纳承庆派过去抢权 结果被史思明给抓了 抓了以后他不得不投降 但是他跟史思明不是一条心 因此李光碧让他去发展阿史纳承庆 准备在泛阳旧地 把史思明给拿下 乌承恩接受了李光碧的任务以后 回去了 就在史思明的军队里面积极的活动 可是史思明这个人 自军是很有一套的 不但他的军队己立严明 而且部将和他的关系非常好 而乌承恩这个人 办事又比较清帅 所以这不成为对手的 你看乌承恩做事可笑不可笑 他晚上穿着妇女的服装 假扮成妇女到各个银盘里面去活动 去劝降那些将军 他很积极很卖力的活动 那一边人家将军呢 已经把这个事情密报给了史思明 所以史思明已经开始提防他了 但史思明这个人很有诚服 其实史思明假投降 他真的是要造反 他在找一个时机 所以乌承恩这个事 他隐忍不发 他不说 看着 他等机会 终于等到一个史思明认为合适的机会了 这回他把乌承恩派回到朝廷去 有事情让他到朝廷去 等到乌承恩回来的时候 史思明给他安排 让他和唐朝派来的太监李施敬 这个使者乌承恩一起住到宾馆里面 还安排了乌承恩的儿子也来探亲 布置了一个好的房间 让乌承恩住在里面 跟他儿子住在一起 可是在那个大床下面 史思明可是埋伏了两个人 听他们父子晚上讲什么 果然到了晚上 乌承恩就跟他儿子说 他说我这一回是奉命回来 要杀史思明的 把史思明干掉以后 朝廷答应让我当街渡使 话说完 床底下那两个密探就跑出来了 大声喊叫 史思明在外面 马上带兵冲进来 把乌承恩给抓了 把李施敬也抓了 同时搜查他的房间 果然搜出了很多证据 搜出了什么呢 免死的铁雀 还搜出了李光碧写的谍文 李光碧在谍文里面交代 乌承恩说 这个免死的铁雀 你要让阿史纳成庆 杀了史思明以后才给他 没杀不要给他 还收到了几百封信 这些信都是史思明的部下 准备要归降唐朝的信 证据都在 所以史思明把这个证据向全军展示 把这个吴承恩给占了 破获了一个重大的案子 可是我们仔细一想 你不觉得这个案子挺蹊跷的吗 李光碧这个人做事情是非常细密的 而且又是非常精明的人 他怎么会犯傻 让乌承恩带一个铁券去呢 做间谍都不能带证据的 这种铁券要毁都毁不掉的东西 让他带铁券 这是跑不掉的证据 更不会让他手上 抓着几百封的这种 准备投诚的信 所以呢 你仔细一想 这个案子呢 这些证据 倒很可能是史思明制造的 为什么呢 史思明早就知道 吴承恩 但是呢 他现在就是要在这个案件上 加足这个证据 所以很可能是史思明的人 把这些做了以后 放到吴承恩的屋里去 那么他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 史思明惊着了 他这么做一箭三雕 第一个目的 他知道李光碧是他的老对手 总是盯着他 所以他现在要坐实李光碧 陷害他 迫害他的证据 要求朝廷呢 处罚李光碧 铲除他的老对手 第二个 案发以后 史思明马上把这个证据 向全军展示 然后呢 史思明哭着跟将士们说 他说我率领十三郡的兵马 投降唐朝 而唐朝还要杀我 你看做得多绝啊 他要占尽道理 要把士兵的这个义愤给鼓动起来 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呢 他通过这个案子 一下子杀掉两百多人 把军队里面一己分子 不跟他的人全清了 而且通过这个事 让部队也怕他 把部队紧紧的抓在自己的手里 这个时候呢 史思明就给朝廷写了上表 把这些证据展示给朝廷 说你看现在李光碧陷害我 要求朝廷给他主持公道 书中接到这上表 就给他的一个回信 他就说这个事 既不是朝廷 也不是李光碧的议事 全是乌承恩干的 所以你杀得好 书中呢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乌承恩的头上 这么低级的这个手法 怎么骗得了这个老江湖史思明呢 但是史思明 好你这么说我也不争 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借另外一件事来发挥一通 他就拿朝廷呢 促展这个投降的宰相 陈熙烈这个事情 拿出来说事 跟全军将士说 他说你看 陈熙烈原来是唐朝的宰相 这个是玄宗呢 兵败 自己仓皇出逃 逃到淑地去 把大臣都丢到一边不管 所以人家不得不投降安禄山呢 那好了 现在你收复两斤 你自己不追就自己 反而把人家宰相抓来就杀了 更何况咱们都是当初跟着安禄山的人 朝廷怎么会放过我们呢 这一说 再把这个士兵给鼓动起来 所以呢 他们商量了一下 再给朝廷写一封信 这封信的口气就很凶了 史诗明向书中要求 要求朝廷促展李光碧 他说如果你不杀李光碧 那行 我自己带兵到太原去杀他 这哪里是什么请愿 这简直就是一个造反的宣言书 酒鬼老坛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史思明打败唐朝六十万大兵后 为什么没有乘胜追击 兵经梁足的史思明 又是如何谋划下一步的难 坚持关注盛唐的背影之 史思明独掌大选 如此张狂的宣言书送到朝景 竟然看不到有什么反应 从六月到九月 朝廷都过着和平的日子 看不到有什么准备 直到九月 安庆区集团出现内斗 唐素东才将起 汉贼上尉剿灭 决定出兵征法 在唐朝与安庆区 这两处相斗的过程中 史思明再次反叛 并以五万兵马 打败了唐朝的六十万大军 那么人数占优的唐军 为什么会败在史思明的手里呢 安庆区这个集团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就减最重要的来说 有两件 一件是杀蔡西德 蔡西德是跟安庆区起兵的 最初的这些将军 而蔡西德这个人呢 很能打仗 人家评价 说蔡西德这个人 在策略 果敢 鹦鹉 这三个方面都超过史思明 所以史思明实际上心里呢 是挺记蔡西德的 现在蔡西德在安庆区的集团里面 史思明就不敢打安庆区的主意 哪怕他再看不起安庆区 问题呢 是蔡西德这个人性格比较刚烈 直言不讳 又不懂得和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搞在一起 好了 人家就整他 你别看 这个窝里斗啊 像群狗乱咬一样 但是呢 真斗起来 他还是有一些层次 有一些规律在里面的 有能人 这些人先联合起来 把这个能人给整死了 然后再接着斗 所以呢 蔡西德首先 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挑出来整死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张通炉首先动手 安庆区身边最重要的一个将领 他跟安庆区说 他说他接到密报 说蔡西德准备投降唐朝 安庆区是个笼包 一听信以为真 把蔡西德骗进来 一刀就了断 把蔡西德给斩 所以这是安庆区集团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变故 他最厉害的将军 自己杀掉了 第二件事 那就是内斗和换将 杀了以后 张通炉和高尚两个人争权 斗得一塌糊涂 两个人都在围着安静区在争权 所以干脆就把外面的军队都交给了崔前佑去带 崔前佑是一个很凶悍的人 嗜血好杀 到处杀人 就让这么一个刚毕自用的人去捅兵 大家跟他就冒 冒合神离 大家都不跟他 所以这样唐朝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就下令让郭子怡带兵去把安庆区集团给停了 这回朝廷是动了血本了 让郭子怡带着七大阶督使调集了二十万部队 同时还命令李光碧和王司礼两个人助攻 所以实际上是九大阶督使 九大军区九个军区的部队围攻安静区 可以说是战将如云 声势浩大 看起来要拿下一个区区的安静区 根本不在话下 但是这里面有个重大的缺陷 书中不是一个好皇帝 他从当太子的时候就是个战战兢兢的 从小就被吓大的 对这么多统帅 这些都是很厉害的统帅 怎么去驾驭 他根本是驾驭无方 他首先想到的 郭子怡是宰相级的 李光碧也是宰相级的 两个都不得了 他觉得这两个人关系又不好 郭子怡不会听李光碧 李光碧不会听郭子怡 那好咱们就不舍统帅 不舍统帅 那就是两个人一样大 那就是一盘散沙 只是在上面用了一个太监叫做余朝恩 去当什么呢 官军龙宣位处置史 来协调他们的关系 开战了以后 一开始形势很好 郭子怡带着七大阶督使的部队 从各个方向向安庆去发起进攻 首先攻打的是魏州 魏州就是今天河南的魏徽市 安庆旭也调集了他的主力部队 七万人来守来保卫魏州 双方就在魏州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战斗 郭子怡一看 安庆旭调来的部队还很有战斗力 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 从部队里面把最好的弓箭手都选拔出来 当然他们都埋伏在这个城墙里面 自己带兵出去 去和安庆旭的部队接战 边战边退 一路把这个安庆旭的部队呢 引诱到了城墙外面 到了城墙下 突然间这个射手齐刷刷的站到城墙上来了 鼓声大作 这个无数的剑射向敌军 一下子就把安庆旭的部队给打蒙了 打得人仰马翻 紧接着郭子怡马上指挥全军转如反击 所以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把安庆旭的主力在这里把他击溃 安庆旭只好拼命的逃 逃回去 逃到叶城去 在叶城一个叫做仇思港的地方 把剩下的部队召集起来再战 这一仗就更惨了 因为已经溃败的军队 完全挡不住胜利的唐军 所以仇思港这一战真的变成打成了一个鬼剑仇 安庆旭的部队在这里光是被斩首就三万多人 所以安庆旭只好收缩到叶城里面 再也不出战 郭子怡包围了 他没有办法向他的冤家对头史诗明求救 开出来的条件 让史诗明来救他 我把皇位让给你 史诗明他也看出来了 安庆旭虽然是个饭桶 但是这个叶城很重要 这个地方如果被唐朝攻克 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 于是他带着他的部队 大军南下 带来了十二万大军增援安庆旭 他一路南下 首先选择了魏州作为目标 这个魏州不是前面那个魏州 而是河北的大营的魏州 魏州攻下以后 史诗明没有接着挺进 他站住魏州这个好地方 他要坐山观虎斗 看看唐军和安庆旭呢 你们好好打吧 李光碧 他看出了史诗明的用心 所以呢 李光碧就跟这个官军龙使 于朝恩说 他说史诗明打下魏州 以后就按兵不动 他的目的是要麻痹我军 以为他不在南下了 等我们松懈了 他就会以精锐出击 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现在要赶快调动朔方军 去围着这个史诗明 可是呢 你想他这个官军龙使 这个太监是从大内出来的 大内出来的人是擅长 宫廷里面的争斗 政治不懂 军事也不懂 所以呢 他一下子就把李光碧的 这个作战方案给否了 否了呢 那就是一片乱战了 李光碧和史诗明是个对手 他一再打败史诗明 他对打史诗明很有办法 问题是现在轮不到他说话 所以史诗明机会来了 他一看唐朝没有派部队牵制他 他好了 他主动了 他命令部队呢 向前挺进 毕竟到离叶城五十里的地方 安营扎带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整个态势变了 现在就变成是安庆旭 守着一个城 唐军包围在外面 在外面一圈 变成是史诗明的部队 变成这么一种态势 虽然反而唐军被动了呀 而史诗明他也不急 他让这些安营扎带的部队 立起三百面大骨 经常的雷骨骚扰唐朝 雷骨是进攻的信号 他不出急 他雷骨让你没法打 骚扰你 第二个 他选了五百个精锐骑兵 找个机会就出急 你白天防备 我晚上出急 你晚上防备 我白天出急 不停地骚扰你 打得你呢 防不胜防 第三个 他这个出急 一冲到唐朝的地盘去 就把你的物资都给烧掉 那时候是冬天 冰寒地冻 唐朝的将士呢 到外面去 柴草也拿不到 粮食也拿不到 虽然很冷的天 没有火 这个将士们很苦 第四招 他派了很多 这个特种部队 渗透到唐朝的运输部队里面去 唐朝呢 从江淮 把大量的军用物资调往前线 他派一些特种部队渗透进去 在这里假扮唐朝的独运官 动不动就杀人 动不动就打人 搞得这些运输粮食的这些民夫呢 都恨死的这些独运官 他们都跑了 只要粮食堆积的地方 他这些特种部队就放火 把他烧掉 结果造成唐朝前线的战士们 没饭吃 既没火又没饭 整个士气不行了 这样子史诗明觉得机会到了 和唐军约定决战 三月六号 双方展开了最大规模的决战 这一天 九大阶督市摆出一个阵势来 所有的部队摆出来 有六十万人 这么多的军队 史诗明呢 就带着五万精锐出来 唐朝一看 这根本不成比例 五万人 所以呢 唐朝的部队一直在寻找 敌人的阻力到底在哪里 他认为史诗明这个部队呢 是个侧翼 是辅宫部队 他在找阻力部队 正在找的时候 史诗明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冲上来了 九个阶督使和史诗明接战 打得非常的激烈 但是呢 九大阶督使的部队 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其中有一个阶督使 叫做鲁贵 他被一箭射中了 所以鲁贵 没法指挥 往后退 让郭子义的部队顶上来 郭子义的部队顶上来 还没开战 这一天真的是老天帮助了史诗明 突然间刮起大风 这风真叫大 很大的树都连根拔起 一下子天昏地暗 飞沙走石 伸手不见五指 所以双方的军队都吓坏了 双方的军队都溃败了 唐朝的军队往南跑 史诗明的部队往北跑 但是部队一旦溃散 其实是多得一方吃亏 唐朝六十万溃不成军 郭子义一看不好 赶快带着部队 冲回到洛阳 砍断河阳桥 他防止史诗明 趁势冲过来 停住脚 一点 他的十几万大军 基本上都跑光了 他的一万匹战马就剩下三千匹 只有李光碧和王施力两个阶渡使 能够带着自己的部队 成建制的撤出战场 其他的阶渡使都溃不成军 所以这一仗标志着史诗明东山再起 他一举打败了唐朝九大阶渡使 这个是他想都没敢想的 真的算他是好运 他捡了一个大便宜 什么便宜呢 书中没有设立总指挥 让他抓那个大控制 现在洛阳的大门已经动开了 史诗明是不是马上就要挺进洛阳 我们下一集接着介绍